美妖三兒 哎喲 看到Ryu現在身後的Pokemon 有人猜得到我現在是在哪一家Pokemon Center嗎? 聽說是因為每一家Pokemon Center 放了Pokemon是不一樣的喔 Ryu現在來到的是位於 仙台站附近的Pokemon Center 東北 就東北店啦 太棒了 我又製霸了一家Pokemon Center 那就讓Ryu帶大家去逛逛吧 他們這邊會有什麼限定商品呢? 我們現在先看到的呢 就是他們最近推出的T恤 然後我在網站上看到有襯衫耶 是這個嗎? 你們看看這是什麼 這是痛苦龍氣氛耶 痛苦龍 好啦 是我個人喜好 哇 又看到化妝品系列了 這個 唇頰霜 唇蜜那種嗎? 這才是唇膏 唇蜜 喔算了 女人用品真的是博大精深 哇 便當 它是香鬆那一種 可以撒配料的那一種 咦 那它是附了海苔囉 嗚 欸 這是海苔零食嗎? 它說是Pokemon Center 跟一間海苔店合作的商品 有點像烤海苔 可是有芝麻跟梅子口味 夾心海苔 夾心海苔 罐子超可愛的耶 罐子超可愛的耶 好 我們現在看到又是新商品了 像這種裡面有裝Pokemon的景觀球 逼我回去開箱了對不對 旁邊這個讓我剛剛很驚豔 我剛剛以為它是香水瓶 它其實也是公仔 你們看看 哇 藏了Pokemon在裡面 這也太逼人了吧 Pikachu 上面它說只要跟它講話呢 它就會朝你的聲音轉向 但因為現在店裡太多聲音了 所以 好 不愧是已經準備要上映新的電影了 夢幻的逆襲 店裡有蠻多這種小裝飾 這次好像很多這種水墨畫系列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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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奇怪 火把喵我是不是在京都 我一定在京都見過你 這個花紋 這我一定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一系列 這現在還大眼睛 欸 要不會種子的已經賣完了吧 這系列真的超超超可愛的 你們看看 雖然 放進有一點脫娃娃 看看這大頭大頭 大頭可達亞 還有 露卡利歐 然後告訴大家價格是 1200 這樣子一直是1200日幣 這可台幣大概要400塊吧 我發現新貨 欸 這個是 這個是真探皮卡丘版的吧 是欸 我剛剛就覺得 你長得有點太寫實 哈哈哈 還有旁邊的樂天合同 啊 樂天合同 我現在要看到很需要人示範的東西 這超可愛的欸 有沒有 猜猜這是什麼 就是那種 可以戴在頭上的浴帽 我剛剛看大家都默默的拿手機 去找一個工作人員 然後就拿到什麼東西 我現在呢 打開我的Pokemon GO 那個 打開報告 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畫面這邊呢 來 畫面看一下喔 這邊 有個道館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道館呢 就寫著Pokemon Center東北店 所以呢 是要去打他的團戰 然後打完呢 就可以來跟那位姊姊拿貼紙 他叫我明天請早 哇 全部是水屬性啊 看看 發現新商品 登登登 居然是 欸這個襪子我有點不行 我沒辦法腳腳直分開 欸各種襪子欸 露奇亞的襪子 喔你是這一間的住店神獸 但完蛋了我叫不出他的名字 沒關係 後製會幫他提上去的 不愧是要上映新電影的 夢幻跟超夢 做了很多這種大娃娃 這個尺寸超大的耶 OK 我們來看這隻皮卡丘的價格吧 這麼大隻 他的價格是 驚人的9200塊 睡外 好 我們又看到了 將 他是夢幻喔 夢幻打優 好啦 那新商品呢 跟剛剛一系列的襪子 襪子 襪子 以外呢 又是我不能買的手機殼 然後 但是你們看看喔 他永遠只有876 就是沒有 PLUS 我超想要PLUS的 又發現了超可愛系列的 這好像跟之前又不一樣了 他又完全又是一個update的狀態 越做越可愛了 我的天哪 這些最會賺錢的小精靈 好 在我現在呢 還找不到 東北的限定商品錢呢 我現在看到了居然是 有沒有搞錯啊 這是橫濱的限定商品耶 好 比卡丘的限定商品 不對吧 東北呢 好 我們現在硬要在帥帥的夢幻旁邊 在這邊呢 大會報告一下 我整間店逛完之後呢 欸 沒有東北的商品 就發現了橫濱的商品 我去找了地緣之後呢 哎呀 賣完了 全部整間店的東北限定商品 一件都不剩 好吧 看來我沒辦法分享大家 東北的限定商品 所以有機會 來逛逛 請告訴我 東北的限定商品是什麼 那接著Ryu 就要去逛逛買買啦 如果我買很多 應該還會在拍開箱吧 那想要看扭蛋 也別忘了期待 接下來的影片啦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喔 掰掰 拜拜